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实时说明我们并没有时刻遵循这些标准和预期设想 接下来我们要回顾2008年和2009年发生的一些事故 请大家在观看时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如何处理 警驾工装好锯管 从梯子往下爬时 他忘记警驾的梯子已经断开了 断开成两节 继续往下爬 当他下到上半节梯子的最后一节时 一脚踩空 由于无法做到三点接触 他从约25英尺的高空坠落摔到钻台上 这不是第一起坠落事故 但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如果我们在高空作业时不多加小心 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事故 在拆卸21U四分之一转向器的过程中 丝钻和警驾工到Hydro顶端去断开防务器矫距 同时用Snoak Lift可移动升降式工作平台 来连接起重极吊钩 丝钻在没有佩戴任何坠落防护装置的情况下 决定爬出Snoak Lift 站到转向器上 他要求副丝钻解开防喷气矫距 当副丝钻解开防喷气矫距后 丝钻失去平衡 摔到15英尺下的地面 在Snoak Lift工作栏里的警驾工试图抓住他 但转向器的移动使他的右手卡在其中极吊锁 和Snoak Lift工作栏架之间 结果他的右臂骨折了 爬出工作栏这种愚蠢的举动 导致撕钻的脊椎受了重伤 试图帮他一把的警驾工也未能幸免 手臂严重受伤 一心想要救人的警驾工从此失去工作能力 这对他来说公平吗 为什么没人想到采取安全终止措施 IP的头被套管尾管砸中 随后摔倒约12英尺下的地面 四天后重伤不治在医院去世 我们对警告置之不理 一个生命消失了 留下了失去丈夫的妻子 失去父亲的三个孩子 失去儿子的双亲 失去收入的家庭 这场悲剧仅仅发生在去年 难道我们完全没有从中汲取到任何教训吗 今年还会发生什么悲剧 如果我们从第一起事故中汲取了教训 就不会再次发生坠落事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大家似乎没有从事故中汲取教训 仍然不断有人受到伤害 如果我们再不引以为戒 或许还会有人失去生命 这其中也包括你 那么一个人失去生命 其他人受了重伤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好像什么也没有 警驾工用绳子把补助环 系在警驾上准备下来 他身上戴着双层技术的全身安全带 当他把吊钩从锚定点移开时 吊钩挂到了绳子上 警驾工用力一转 吊钩被拉了出来 但警驾工身体失去了平衡 他先是跳到底基层 七英尺下 还是站不稳 接着又跳到地面上 六英尺下 他背部擦伤 被送往诊所救诊 这个操作是连接输油管 IP爬过钻台楼梯的扶手 想调整底座那边的连接情况 但他没有把安全带寄到任何东西上 结果当输油管移动时 他摔下地面 摔断了手腕 这难道不是另一个被大家忽视的警告吗 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 IP正帮着缠绕钻井钢丝绳 他站在天车从井旁 然后他解开了安全寄所 移动自己的位置 正在此时 他滑倒了 从扶手的空隙掉下19英尺 摔到地上 钻井工作人员准备移动钻井 正在拆除井台 PS21和喇叭接管需要一起拆除 以便将防喷气放倒 从底座移开 按照计划 这个操作需要将动滑轮挂在井架上 撕钻 副撕钻和钻工会参与这项操作 在等待将动滑轮挂上井架的工作许可时 撕钻 副撕钻和钻工发现 需要用井盖把钻盘的开口盖住 副撕钻和钻工一人抬起井盖的一边 当副撕钻抬起井盖时 钻工滑倒了 从洞口摔了下去 这差点造成另一起人员伤亡 这难道不是另一个被大家忽视的警告吗 我们WDI一直千方百计确保没有人在操作中受伤 但在刚才看到的事故中 那些员工是否千方百计保障自身安全了呢 大家认为这些员工的家人会希望他们这么做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由于员工没能从最近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WDI现在针对那些没有使用坠落防护装置的员工 采取零容忍政策 WDI不允许各位伤害到自己及他人 WDI不会容忍员工无视基本安全标准的规定 WDI不会容忍员工在不佩戴坠落防护装置的情况下 进行高空作业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未防护状态下实行高空作业 请执行TOFS挽救他的生命 你认为他的家人会想看到他这么做吗 如果你认为你不佩戴坠落防护装置 可以节省时间或者工作起来更方便 请想想你的家人 他们会希望你这么做吗 请想想WDI 公司会允许你这么做吗 从现在开始 答案是不 请想想 如果你因为不好好保护自己而被公司炒了鱿鱼 你该怎么向妻子和家人解释 我想你也许会说 这个至少你还活着 现在还活着